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掌管我们的生命的主 我们做觉知祷告的时候 我们会被问到说 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 我们说愿意 那并且是一个生命的主 意思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主权交托给神 让他来管理我们的生命 的确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主 并且呢他在这个世界也是主 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诗篇第九十三篇 耶和华做王 他以威严为衣穿上 耶和华以能力为衣 以能力树摇 世界就稳定 不得动摇 这里说到神做王 他要登基 他有威严 他有能力 因此世界就坚定 第二节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 你从横谷就有 这里说到神的宝座呢 在横谷在永恒的过去就存在了 他的宝座的源头就是在永恒的过去 第三节 耶和华 大水扬起 大水发生 波浪澎湃 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 胜过珠水的响声 洋海的大浪 这个海呢 在圣经里面描述是代表混乱 或者是说讲到外邦 外邦的神 比如说巴黎 那所以这边说到耶和华 他的能力呢 是超越超越混乱的 当神做王掌权 是太平的 是平安的 是没有混乱的 并且神的能力呢 是超乎外邦的 超乎外邦的神 第五节 耶和华 你的法度最的确 你的殿永远为神 神的法度神的律法呢 是最的确的 是稳固的 你的圣所 神的殿永是为圣的 神借着他的圣洁来管理 来管理 神掌权 神做王 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也可以说是圣经里面一个 一个中心的一个概念 神做王 那神学家把这一段的经文 可以说分成三个不同的解释 基本上都是讲到神做王 第一个是说到神是君王 统治他的创造物 因为一切都是神造的 神在统治 神在管理 第二个呢 讲到神的子民就是以色列人 他们承认耶和华为他们的君王 所以他们就写了这篇诗篇 他们承认耶和华是他们的君王 第三个呢 讲到新约的一个概念 就讲到神的国 当耶稣来就讲到神的国 天国是一样 天国进了 神的国进了 你们要悔改 就讲到新约的概念 他的对焦呢 是在讲大卫的子孙 他的那个子孙就是基督 他要做王 所以这个三个概念基本上都有 那到底是哪一个呢 这篇诗篇呢 其实这个重点应该摆在神做王 不管是哪一个概念来讲 可是他中心的思想就是神在做王 神在我们的生命做王 神并且也在人类整个历史当中在做王 将来耶稣要第二次再来 他的确是要完完全全的来管理他的国度 神做王 今天也许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生活好像没有盼望 生活好像一团乱 整个社会好像道德上面也是慢慢慢慢往下坡走 好像觉得真的有神吗 神真的是在意我们吗 神在管理吗 这一篇经节 希望能够帮助各位 也帮助我 能够对神再次有信心 神做王 神不只在我的生命当中做王 神也要在这个世界做王 他是王 他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在最后 这个圣经最后的一卷书 启示录的第十九章里面 耶稣的衣服 还有他的大腿上面写着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耶稣基督他是王 他要掌管一切 他要掌管我的生命 他要掌管整个世界 他所创造 耶稣在掌权 他永远是王 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笃定的信心 来信靠他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再次借着诗篇 来提醒我们 主 你是王 你创造天地万物 你原本就是有一切的主权 并且你在意你的创造 你管理你的创造 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王 你也要在这个世界里做王 帮助我们对主有信心 无论我的生活 我的生命的光景如何 我们要独信 主 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王 你在这个世界做王 我们感谢你 祷告奉以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祷告奉以耶稣基督的名